大家好,我是阿斌 现在我已经到了我们山上住的村子里面了 今天我要带我们外地朋友来我们这个村子里玩一下 待会我要去带他们采我们这里的野果子,非常的好吃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到了夏天我们这个村子里面都是焕然一新的 不像冬天那样光秃秃的 现在整片山都是绿的了,非常的美 这个草也非常的深 看山上的豌豆可以出了 这个非常浅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这里的野草莓 非常的多 我待会再更多给你们看 红色的这个 红色的全是野草莓 好多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哦,好多 你看,这么大的 哎呦,我猜 你看我们找牌好,好担紧 找那个松松就找不到 这个好重 松松只有我找到了 大家看啊,我一会儿就栽了这么多啊 我们这里叫的蛇畔 非常的像野草莓 就是这样的 很好吃的,非常的甜 现在这是中午的时候啊 我们这里太阳最大的时候 嗯,大家已经觉得非常的晒了 非常热,我们要去 顾佛家里,嗯,遮一下羊哦 现在就往家里赶了 我待会儿把这个分给他们 叫他们吃一下 那红色故事 看我们这个姐姐呢 觉得 这个草莓非常的漂亮 特别是对着蓝天 她现在在拍照啊 脏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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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这样吃 我感觉我的脏盆有点脏 这是啥盆嘛 脏盆 脏盆了嘛 脏盆 脏盆的嘛 我现在找了这么大一口 我把它吃了 我二娃已经吃够了 你吃了好久 是吧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小时候呢 我都是不给别人摘这个草莓了 我只给我小小摘 自己都舍不得吃 把这个大的摘来给他吃 就像这种大的 二娃就知道 吃完了 我也现在也开始吃 你看 漂亮不漂亮 吃完也很漂亮 看这一种 这一颗非常的大 这就非常的香 它的 像这种啊 它的甜度就非常的饱满了 就熟透了 就这种看 非常的大颗 非常的好吃 跟那个 没有草莓草莓草莓那么大 但是跟草莓是一样的 你看 香的很 来 再吃点 快点来 谢谢 慢点 真的慢点哦 嗯 有了